家庭娱乐的体验 这里就是智能手机 这个智能手机是三星的G9300 那么现在大部分的智能手机都有HDMI 或者MHL的接口 这些接口都是用来连接 大屏的显示器啊 然后电视啊 还有投影机的 那么这样接上去之后呢 电视机的屏就全屏到了 电视机上面去了 那么这个是遥控器 就是用来控制电视机的遥控器 这个就是 倒了把它扶起来 这个是联力胜的 蓝牙智能手机云遥控器 那这个云遥控器上面有 键盘鼠标 然后有无限的MI 还有无限的扬声器 还有带有红外的 学性性遥控器 那么一步一步讲一下 现在我们就离开一点 首先是连接了 把这个第一次连接 又打开设置里面 因为这个遥控器是蓝牙的嘛 那么就要在设置里面 把它配对 在设置里面把它配对 那么配对好了 它就 你就会看到有鼠标了 这个是 今后配对好的 就进了鼠标 那我们退到 这个连接上了 那退到主菜单 这个连接上了 OK 那我们再一步一步演示 怎么操作 OK 然后我们离开这边 这个是 实际演示红外遥控器 红外遥控器 现在这个红外游戏 本来是用在控制电视机 声音大小的 你看 本来用这个 电视机的遥控器控制 那我们这个 红外学性遥控器 就是可以学习 这个电视机遥控器 那我们把它对上 对上就这样学习 在学习完了之后 就可以用这个红外遥控器 来控制电视机了 那些我学习好了 我把它遥控器就放在那边 不管了 我把它遥控器放在这边了 那么你看到 我们可以就用这个 顺能手机的云遥控器来控制 就把它退出 现在回到主界面 那这个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控制它的音量 扬文器控制音量 这是OK的 那第二个连接上的 最主要是上网 那用鼠标跟键盘 跟触摸板鼠标来上网 我们可以打开一个网页 那这个是iPad Pro的网页 我们可以切换一下到 好 123 那这个打开网页很快的 这个就是 这上面有梗标条 智能手机的配置都挺高 所以是操作起来都很快 反映速度都很爽的 对吧 这体验感都很舒服 这个第一个是 也是用智能手机 云遥控器上网 浏览网页 那么用大屏的智能手机 接到大屏的电视机上面 除了上网之外 最多的大家可能就是 家庭娱乐的一个体验 就是播放电影的 那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PVTV 演示一下 这个云遥控器上面呢 有无限的麦跟 无限的扬声器 这无限的麦跟无限的扬声器呢 就是用来 连接最能手机 现在是开的 我首先把它 这里有个开关 我首先把那个 扬声器的关掉 好 然后我们播放一个 PVTV 唐伯伏点秋虾 好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声音在 很方便的 声音在那边输出 我现在 这个 出现手机 遥控器 它初步的时候 配了一个耳机 我们可以把耳机 拿过来 把耳机拿过来 那这个耳机 上面有个耳机孔 把耳机孔擦上去 就连上耳机了 连上耳机 现在我要演示的是 把播放那边的声音 切换到 把耳机这个带上去 我要把这个声音切换到 耳机这个输出 就是晚上你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 你不想影响家人 那你如果说在电视机那边输出声音很大 那我就切到这边来输出 我们先把它暂停 如果我们把它切放到这边输出的话呢 它就会声音由遥控器输出 连带耳机输出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会影响家人休息 那我正在是按住这个音频的开关 按住三秒钟 按三秒钟等它连上去 它现在正在连接 一闪一闪的表示连接 连接完了它就慢闪 慢闪表示已经连接好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播放这个电影的时候呢 声音就会切放到遥控器这边输出来了 现在你看不到声音了 声音已经在遥控器在这个耳机这边输出了 在我耳机这边输出 这个耳机说就是晚上你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 就不会影响家人的休息 那我又可以把声音 我把耳机拔掉 我把声音切换到电视机那边输出 这样把这个音频关掉 按住三秒钟 把这个关掉 关掉之后这个电视机 我们在我们在播放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它声音就会从电视机那边输出来了 这些操作都是在遥控器上操作 就不需要跑到电视机那边操作自动手机的 那这就坐在沙发上操作是很方便 然后这个遥控器上面也可以调节声音的大小 可以静音关音 那我把声音关掉 静音了 看我听不到声音 把声音打开 那就满了 有声音了 然后我可以把声音调大 调小 那我现在调小声音就很小了 小的听不见了 他再调大 又有声音了 这些都是在遥控器上面操作的 这是第二个就是光器功能 然后也是在第三个呢 就是说当这个时候啊 你这个 高度状 这类手机是连到电视机这边去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如果假设来一个电话 你要接电话的话 就不方便了 你可能就要把声音手机扒下来 拿到眼镜 如果没有这个遥控器的话 你可以把声音手机扒下来 连上眼镜 那我有遥控器 我可以把遥控器打 语音这样打开 然后等它连接上 现在已经连接上 我们可以 这里还可以也是一个本地视频的播放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还是你 你通过手机里面 你通常卡了一些电影啊 你也可以在这里播放 然后再播放 刚刚我把遥控器的语音打开了 这个声音就到遥控器语音这边来了 我们可以在这边听到声音 所以我们把它吹出去 刚才讲到了 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有个电话进来的话呢 那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手机 打那个手机的电话 那个手机是 137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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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这个时候 如果是没有这个通常手机遥控器 这个时候电话响呢 这个电话响起来 对 然后这个时候 我可以拿这个通常手机遥控器来播放 我慢慢的也是拉过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声音就在蓝牙耳机这边输出了 因为这个智能手机遥控器是蓝牙的 是蓝牙的连接 跟智能手机通过蓝牙连接的 马上就讲过 这个时候你可以拿着这耳机在讲话 你对着自己的耳朵 对着自己的耳朵在讲话 喂 你好 有听到声音吗 那你过来一下 给我拍一个视频 看看能不能拍到我耳朵这种状态 那这个时候你用来接 你用来接电话就很方便 不要跑到那边把那个智能手机扒下来 听听电话 然后再把它插上去 这个是通话演示 那我们先把它 现在讲话我们可以 这也可以切换 你看我们就把它切换了摇层器 那么现在我们再讲话 对方再讲话我们就可以在大电视计算厅的 这个通话就结束了 最后我们也是一个 这个中的手机的一些应用元件 这些应用元件 这些应用元件手机扣扣 流暗系统是有的 都是安装上去的 那么这里有一个国外打电话 有一个用过Skype Skype用来打电话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用Skype打电话 也支持Skype通话的 就可以拿这个 这个智能手机的遥控器来操作 这个是我们简单的演示一下 就这最主要三个方便功能 一个用智能手机遥控器来上网看电影 第二个就是播放视频 第三个就是用智能手机遥控器来接电话 这些都是很方便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